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凌凌 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 跟大家先拜个晚年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很荣幸有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今天晚上时间还早 等一下分享完 只有40分钟 他还是可以去看看元宵花灯的 那很快的我们时间宝贵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远离代谢政后群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 让大家更认识 应该怎么样调理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那一开始呢 我们要跟他讲一个古代的故事 大家一定有听过这个魏文王问扁鹊 你们家三兄弟都经历医术 那到底谁的医术最好呢 扁鹊说我的长兄是最厉害的 我的二哥赤姿我是最差的 那这个魏文王就觉得好奇了 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那扁鹊说因为呢 我的长兄 他的强项就是他们治病 是至于病情还没有发作之前 所以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可以事先铲除这些病因 所以他的名气没有办法传出去 然后他的二哥呢 他会治那些小痛小病 所以一般人只知道他只能治小病 所以他的名气只到他的箱里而已 那扁鹊呢 他专门治那种已经是病入高峰的重症 他还要帮一般人就看到他在那边下针 放血 胎药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扁鹊的名声就是骗国这个天下 就是骗己天下 那我们要讲到古代的这种养生之道 就是春天 像现在是春天是养肝的时候 夏天是养心 秋天是养肺 冬天是养肾 那四季不管任何时候都要怎么样 都要养我们的脾胃 那这样一年就可以无病无痛 那现代人谈的是什么 我们现代人谈的是亚健康 各位什么是亚健康呢 就是你去抽血验所有的健康检查 可能暂时都没有医生会开证书给你说 你得了什么病 但是你每天可能心情不好 腰酸背痛 精神不济 哈欠连连 甚至群绪非常的容易波动 那现代的这个亚健康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全世界的比例 真正健康的人只有5% 也就是说他是真的达到健康的状态 那有25%的人呢 现在正在看医生 正在吃药 正在手术 正在住院 甚至正在做癌症的化疗 或者是有三高的病患 每三个月要去拿处方签 然后拿一些长期服用的这个药物 那70%的人是亚健康的 什么意思 他没有达到需要看医生 但是生活品质并没有太好 那各位我们知道 我们都开玩笑 在台湾我们都会说 这个有一首歌是总有一天等到你 所以我们的身体只是会衰退 如果我们是70%亚健康的朋友 你觉得你比较有机会往5%的健康去走 还是比较有机会往25%成为一个真正的病人的状态去走 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好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先来了解 我们的人体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各个器官 那各个器官它的组织的最源头其实就是细胞 那什么是亚健康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细胞它生病了 它给你一些讯号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那等到真正有一天病入膏肓了 甚至已经造成一些器官性的障碍了 我们的生活才会陷入一些的不好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细胞自我修复 跟再生的超级力量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平常的保养 现代人我们都会说有病看医生保健靠自己 等到看医生说真的就有一点为时已晚 就是要花更多的钱 那另外一个一句话开玩笑说 现在不养生将来就养医生嘛 所以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我们当然是要享受生活 我们不希望有一天养医生 然后要吃大把大把的药 所以我们要谈的是预防肾移治疗 那我想从小到大 我们都常常要考很多的证照 考很多拿很多的证书 但是我们最不想要拿的就是医生开的证书 那我想在台湾 我们台湾有高血压的人口已经有529万 我们内地的这个更高 内地的高血压人口已经有4.9亿 那高血脂台湾有500万人 内地有4亿人 糖尿病台湾有220万人 内地有1.4亿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三高问题 那我们今天谈的我们不希望得到三高 那我们当然要先来看三高的前面就是细胞一定有一些状态会提醒我们 那在医学上有一些指标 那这个指标就叫做代谢症候群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5个指标呢 如果你有三项是超标的或者是不足的 你就会是属于代谢症候群的一员 第一个我想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高血压 那我们一般人对知道血压的这个数据 就是130高130低是85 那这个部分我后面红色的字是挂号提醒大家 因为高血压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钠的摄取 那我们一般人的建议每天只控制在240毫克 那我们的一般的病人呢 对不起超打一个零 是2400毫克 那已经是高血压的病人呢 就是1500毫克不可以超标 那我自己呢也有去内地旅游的经验 那真的是那个饮食非常的重口味 难怪他们这个内地我们内地的高血压的人口 已经高达4.9亿了 第二个数字叫三酸干油脂 就是不要超标150毫克 那这个部分会建议要借掉动物性的油脂 要少吃红肉 还有海鲜类的少吃 那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的 深海鱼是OK的 那不要过度饮食 也就是说不要吃太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都说养生之道就是七分饱 那第三个这个部分是希望高一些是更好的 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胆固醇 因为它号称是血管的清道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高密度胆固醇呢 稍微高一些 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部分就建议大家 要懂得去摄取优质性的植物性蛋白质 因为我们希望动物性的还是要限制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动物性的蛋白质里面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氨基酸叫做甲硫氨酸 那它本身是会造成肾脏的负担 那限制甲硫氨酸的摄取 是有机会可以延年益寿的 所以我们会鼓励多吃优质性的植物性蛋白质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空腹血糖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的前缘 就是我们的空腹血糖不要超过110 所以我们建议要戒 特别戒肾恐惧 就是尽量不要吃精致淀粉甜食 还有含糖的食物 因为说真的我们华人的肥胖 老美都说我们是淀粉型肥胖 就是我们吃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面食类 就是我们讲的精致淀粉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想这个是一个永久不会停止的热门话题 那过年后大家也都在谈 像台湾市我们都说 每逢佳节胖三斤 那你的三斤会胖在哪里呢 大部分就会囤积在你的腰围 那我们知道腰围呢 里面就是我们的重要器官在里面 所以一旦我们的腰围过出过大的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偏高 就容易会有一些慢性病的疑虑 所以我们建议要少吃多动之外 要懂得补充益生菌 好那针对代谢症候群 其实它是可以预防的 因为它还没有到真正 拿到医生的这个证书 说你是高血压 你是糖尿病 你是高血脂 那我们需要透过及时的健康检查 跟及时的做调整 但是如果代谢症候群 我们不去重视它 它增加的风险 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慢性病的病人 最后就拿到医生的证书了 那糖尿病的几率可以提高到六倍 高血压的几率可以提高到四倍 高血脂的几率可以提高到三倍 那心脏病跟脑中风的几率 是会提高到两倍的 甚至于世界卫生组织 它说这些慢性病 罹患这些慢性病 它每年造成全球4100万人的死亡 相当于全球死亡人数的七成 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通过饮食 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 我们常说有时候养生是很花钱的 但是因为都是因为我们偷懒 我们想要透过一个某一个药丸 某一个粉或者某一个 我们认为保养有用的东西 就想要达到目标 其实调整一部分的行为 它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目标了 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我们要喝足量 而且是健康的饮水 那大家一定听过 一般的营养学都会说 你每天要补充2000细细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希望你可以补充 4000到6000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讲 我们现代人应该没有 营养不良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食物非常的容易取得 但是我们现代人 有大的问题就是营养极度不均衡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不均衡的地方在哪里 第三个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睡一个好觉 就是你的睡眠品质 其实就会影响你的荷尔蒙 影响你的心情 影响你隔天的精神状态 第四个我们当然能够调整 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营养吸收在肠道 很多的毒素能不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 也是透过肠道的 那第五个就是我们应该保持愉悦的心情 所以我们每天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蛮关键的 我们发现真的比较开朗比较快乐的人呢 确实是比较长寿一些 那第六个当然我们希望能够适度的户外运动 为什么强调户外呢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蛮多人会室内运动 去健身房 因为尤其是这三四年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发现 现代人缺缺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素 叫D3 叫维生素D 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缺乏日赛 其实是蛮严重的 那我们缺乏自然日赛的这个机会 其实是不用太花钱的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水的重要 我想大家如果念过基础的健康课程 就会知道人体占72%是水 其实更精确一点 我们人体的水分是60到80%了 72是一个平均值 那这边有跟大家列出来 我们几个重要的器官 重要的身体部位 它含水的量都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看血液占了90% 脑部85% 所以有时候你到下午的时候 觉得精神不济 其实根本不是你人不舒服 是因为你一整天忙碌 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 导致你的脑部运作就卡卡的 那皮肤是80% 我想女人都知道有一个形容词 说女生女人是水做的嘛 所以女生都知道要多喝水 皮肤才会漂亮的 那肝脏有96% 因为肝脏是我们全身最辛苦的器官 它帮我们做的事情是最多的 那我们知道水是在代谢过程 非常关键的元素 那水到底有多重要呢 因为我们人体竟然60%到80%是水组成的 那对生命来讲水的重要性真的是仅次于空气 我想大家一定听过你可以三天不吃饭 但是你绝对没办法一天不喝水 那我们每天会流失我们体重4%的水分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60公斤 你每天会流失2400cc的水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般的营养或健康课程 会普遍的建议大家每天至少要补充2000cc的原因 因为我们一般不管男女平均的体重 通常都会希望是在女生可能就是五六十 男生就是比较健康就是六七十 所以那个都是现在2000cc上下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瘦身要减重 因为在烧肝糖烧脂肪的过程 水分流失的会更多 所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 我们希望能够多喝更多的水分 那你可能就要喝到刚刚说的 如果你是60公斤 你应该就要喝到3600 你是70公斤 你要喝到4000 如果你体重是破百的 你就喝到6000cc的水分了 那我们一旦水分流失超过1%的时候 我们的整体代谢就会下降 就导致你的身体的激转 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那水到底要怎么喝呢 很容易记得 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500cc 因为要唤醒你肠胃的机能 促进排便 促进排毒 那为什么要500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乘忍每一分钟 每一小时你身体就会流失大概60cc的水 那一个晚上如果你睡8小时 其实你就已经流失480cc了 所以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喝水 尤其冬天我想家里有长辈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冬天都会听到半夜有救护车 一大早有救护车 就是老人家很早起床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床头摆一杯水 那水分一流失 我们的这个血管是肋脏冷缩的 冬天又天气冷 那整个水流又变慢 然后只要有一点点水酸就塞住了 然后再来就是三餐饭前可以各合500 它可以降低体内的饥饿感 帮助代谢同时避免你摄取过量 这样子这两件事情 其实每天你就喝到2000cc了 那其他的时间建议你只要口渴 你就应该一次性就要喝250cc 那可能要担心跑厕所的问题 但是其实喝水是可以训练的 那我从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12月半年的时间 我带了25位体重自认为自己是肥胖的朋友 25位我们透过只是增加水分的摄取 增加一些植物性蛋白质的摄取 我们25位朋友减掉的体重是超过200公斤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那水绝对是关键 那但是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会说 4000cc的水我不可能做到 但是确实是可以训练的 那六大营养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 它需要这些营养能够正常的运作 那偏偏这六大营养素的前三项 糖类蛋白质跟脂质 它们都是有热量的 那我们偏偏都摄取过量 然后我们又多吃又少动 所以我们就会有肥胖的问题 那后面的三个维生素矿物质跟水 它是非常关键的 让我们整个细胞能够运作了顺畅的关键物质 那偏偏我们又严重的摄取不足 那造成我们整个代谢的失衡 我们健康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了 好 那既然讲到代谢 我想大家一定听过肌肉决定代谢 那我们现代人以前都认为 肌少症是65岁以上的老人的问题 其实在内地我相信也是 在台湾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因为错误的减重 每次减掉的都是肌肉 明明才三十几岁二十几岁 就已经走起路来 像五六十岁七八十岁老太隆重了 为什么 因为肌肉流失太多 那我们现在的肌少症 确实是我们现在文明的一个 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因为肌肉流失 代谢率变差 它发生的问题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肌肉一旦变少了 我们的关节就减少了一些保护 那相对就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那股密度又不够 就有骨折的问题 那在台湾很多老人家 他跌倒之后没多久就会离开人世 他不是始于跌倒 而是跌倒之后 他行动不变 很多的生理下降的问题 一日一夕之间全部都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远离大学症候群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hold住大家的肌肉 那我们建议的是世界研究的两个关键的蛋白质 一个叫乳清蛋白 它是公认最佳的增肌的蛋白质 OK 那大豆蛋白是公认的是减脂效果最好的蛋白质 OK 那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个产品呢 它本身就是 为什么会跳出这个东西来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画面 跳出 好 不好意思 电脑跳出一个很奇怪的画面 我又回来了 那这个吉祥雪客呢 它里面就有刚刚说的乳清蛋白跟大豆蛋白 更棒的是 我们并不是一个高蛋白的产品 饮品而已 我们把刚刚讲的 你维生素矿物质不足的问题 一并带进到这个产品里面 里面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 每一份的这个食用量 就提供了我们一天需要的三分之一的维生素矿物质 而且在台湾地区 我们的肠癌是癌症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也知道肠癌的关键是膳食纤维不足 所以我们也把膳食纤维放进来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国人最缺乏的矿物质就是钙质 所以我们把钙质的量也放大 那这个产品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要针肌减脂 也就是你不想要变胖 最重要的是你不想要有肌小症 你想要把你的腰围剪下来 我刚刚讲的25个 这半年25个学生来体验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剪超过200公斤 大部分腰围都剪超过10公分的 就是这个关键性的产品 因为它每一份它有20克的优质蛋白质 还有10克的膳食纤维 而且我们里面的膳食纤维是日本专利的FIFOS2 那这个专利的这个纤维 跟一般的纤维最大的差别是它不会引起脏气 它也不会起熬合作用降低矿物质的吸收 甚至于它会促进矿物质的吸收 而且它真的是还蛮可口的 像我每天现在都一定会摄取这个产品 那左边的这个图就是大家在微信商城里面看到的商品 你们微信上面的这个产品名称叫TLS代餐营养奶昔 那大家想想看以下的三个问题 你只要有一个问题是yes是对的 答案是是的 你就建议你要摄取这个产品了 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在饮食中 常常想要吃更多的膳食纤维 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第二个你是不是常常会三餐不定 就是很忙碌 然后常常会两餐就变一餐了 那草草了事第三个就是你想要有优质蛋白质的摄取 但是外食其实优质蛋白质是不容易摄取的 第二个产品要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均衡跟能够持续抗老这件事情 我们大部分人都有挑食的毛病 这不吃那不爱 那我们第一个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个是OPC3 那这个是我们在欧美在台湾已经盛行 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冠军的产品 它真的是延年益寿抗来抗老的好产品 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组合维生素 解决了营养不足体力不足 甚至你常常莫名其妙调法的问题 只要补足了就OK了 第三个就是墙盖配方 我想骨质疏松症腰酸被痛 因为钙就是我们讲开玩笑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止痛药 所以多补充钙 你很多的酸痛问题就没了 因为它是在促进肌肉收缩 还有促进神经传导 最后一个蔬果精华 大部分的人蔬果摄取是不够的 你外食的蔬果它是可能也没洗干净 大家都不太敢吃 好那这个产品呢 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 它叫做Isotonics 每日精选营养组合 那一样看一下这三个问题 你想要营养均衡体力充沛吗 你想要一次拥有多功能的营养 来改善你的体质吗 你想要额外的资源来促进代谢 降低你的发炎 拥有更多的健康吗 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现代人不只有压力肥甚至我们很多的慢性病都跟压力有关 好那一旦压力最重要最强的一个压力荷尔蒙叫做皮脂醇 它常常分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流动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我们大脑有一个部位叫做海马体 海马体一旦受损了 大家知道海马体它最重要是管我们的情绪跟记忆的 大家一定有这种经验 去到客厅 我到底要来客厅干嘛 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突然想到我刚刚打电话是要跟我的朋友沟通什么事情 完全失忆 然后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我想各位你不是失智了 你只是这一段时间压力太大 你的海马体有一点受损了 所以要赶快来补充 让我们这些压力严肃可以缓解的产品 那我们特别推荐的这个是我们的苏宁配方 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 常常头痛的问题 然后总是觉得你已经很克制你的饮食了 你甚至还运动了 但是你的体质还是偏高的 那就是因为你的压力荷尔蒙大增 它会抑制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荷尔蒙叫血清素 让血清素的活性被抑制了 我们知道血清素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 就会让你白天心情低落 夜晚难以入眠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血清素的补充 那血清素的这个原就是它的前缘 就是它的关键营养素 就是我们苏宁产品里面的一个叫做色胺酸这个成分 它可以让你白天心情好 夜晚好入眠 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 它的包装叫Isotonic 那它的中文这边名称跟台湾不太一样 它叫舒压助眠冲剂 那我特别贴上来 大家去微信比较容易找到 一样问自己三个问题 你总觉得你压力很大吗 你是不是常常望东望西呢 那记忆力很差呢 有没有常常觉得白天很郁闷 心情很不好呢 晚上总是睡不好 或者是这个有睡 但是觉得好像就是半梦半醒之间 睡眠品质不是太好 就推荐你要使用这个产品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常向好人不老 你的肠道如果有足够的抑郡 它就可以让你解决便秘的问题 皮肤变差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提供100亿个 这个菌落形成单位的这个产品 它是有两个专利技术的 也就是确保我们每一颗100亿的异菌呢 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来到它该到的这个肠道的位置的时候 还有100亿是存活的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活菌的技术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是要冰在那个18度C的冰箱的菌 是不太容易到你的肠道的 各位想想看 我们人体的体温就30几度了 对吗 那我们的从我们的口腔 那我们的肠道 那是多个漫长的一条道路 这个益生菌能不能达到你的肠道去作用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能够维持益生菌的品质 那可以不被胃酸破坏 而且顺利达到肠道 这个技术是非常可贵的 那这个商品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 它的包装是这样 然后它叫做益生菌配方 名称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那问一下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是不是时常会感冒 肠胃不是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这一品也有儿童配方 去找一下儿童 儿童的是嚼定就像吃糖果一样 那你有便秘跟口味不佳的困扰的话 也会建议你要吃益生菌 那最后你想要提升免疫力 幸福满分吗 因为我们知道70%的免疫细胞是在肠道 90%的幸福的这个荷尔蒙也是在肠道 所以为什么中医会说肠是人的第二颗脑 就是这样的道理 就是它决定了我们的思维 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让异菌 让我们异菌跟我们过比较健康的生活 不要让外菌带领我们一起做一些 导致你肥胖 导致你身体很多病变的问题 就是要让他们大风吹把这个坏菌肥胖菌 全部都赶出我们的体外 那就是要让异菌进驻 好 再来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来 很夯在台湾 常常会秒杀 常常会缺货的产品 因为跟减肥有关 减肥绝对是恨古不变的热门话题 因为有没有特别食欲很好 一吃就停不下来 甜的吃完想来点咸的 咸的吃完再来点甜的 请问什么时候要停止 这样就恶性循环 就一直吃个不停 那这个产品里面 关键的非洲芒果种子萃取物 英文叫VioChin IG 这个专利的成分 它可以抑制食欲提升饱足感 甚至也可以促进脂肪的节脂作用 还维持正常的血糖值 再来就是它会减少 淀粉转为三酸甘油脂 还记得我们刚刚代谢症后群 有一个就是三酸甘油脂变高 那我们华人又吃淀粉吃很多 那你喝了这个芒果茶 你就会抑制淀粉转为三酸甘油脂 那就可以进一步减少脂肪的储存 甚至于我们的科学研究 是在美国进行的 随机双盲的测试连续十周 我们的效果是这么的明显 在减重上面 但是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它可以减重效果那么好 第一个基转就是 它可以增加植联素的浓度 159% 那植联素这个荷尔蒙呢 其实也是我们脂肪细胞分泌的 那这个荷尔蒙早就在我们人体里面了 但是过去没有人关注它 一直在1996年 大家知道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 其实台湾现在真的也不错 日本的平均寿命是84岁 台湾去年9月公布 我们现在是82岁 但是我们跟日本最大的不同 日本的很多人类 他们还可以治理生活 台湾的82岁平均寿命 我们国人在死亡前的6到7年 是没有办法治理生活的 平均都是要有人事后你的生活取军 你才能够比较没有尊严的活着 是品质比较不好的 那世界的这个流行病学专家 就去日本做了一些研究 就发现这些人类的身上 他们有一个很关键的荷尔蒙的浓度非常高 就是这个芝莲素 那后来日本他们就把芝莲素称作长寿荷尔蒙 它有一个特性 它不止长寿 它会比较少有失智的问题 也比较不会有癌症的发生 所以能够延连益寿 所以才日本叫做长寿荷尔蒙 那我们喝了这个Viltrain IG呢 你就可以提升你芝莲素的浓度 那芝莲素它又是燃烧脂肪的一个荷尔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现代的很多文明病 都跟我们的身体发炎有关 慢性病的开始都是从发炎开始的 那你去做血液检查的时候 可以加做一项叫C反应蛋白的素质 那我们知道C反应蛋白 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因子 如果C反应蛋白一直居高不下 你就会是心血管疾病的候选人 那我们喝了Viltrain IG 它可以让你降51.7%的C反应蛋白 所以我们想想看 我们只是喝了芒果茶 会喝了芒果咖啡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不只能够延连益寿 我们还可以变瘦 还可以减少这些慢性病的风险 还可以刺激我们的受体素被唤醒 因为受体素就控制我们的饱足感 还有控制我们的脂肪代谢的 我最喜欢的是第三个 它会调节我们身体 有一个很特殊的酵素 叫做G3PDH 这个酵素呢 它专门是当你进食过度 你吃太多的时候 它就会很有效率的 把你吃进来过多的热量 很有效率的转成脂肪存起来 造成脂肪的生成变快变多 那你就会变胖子 那我们喝了芒果茶之后呢 它可以抑制 G3PDH的活性 可以让G3PDH下降71.6% 他听到这里 朋友有没有觉得 哇这个产品实在太棒了 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么多问题 也就是连我们的代谢症候群 几乎关系这个产品就可以 有效的帮我们解决 将近百分之六七十的问题了 你需要非洲芒果 种子萃取吗 一样 这个图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买过台湾的芒果茶 你会发现 你会跟台湾包装不太一样 很简单 因为台湾的包装是写中文 那我们内地的这个 微信的商城 是从美国直接进口的 它上面是写英文 它是写群替 所以你知道 如果写成非洲芒果种子 萃取物中文的话 那个字全部糊糊的会叠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反过来 所以台湾的包装是白色的 字是蓝色的 如果你看过的话 那想想看这三个问题 如果你有个答案是 是 我建议你使用这个产品 你需要帮助去支援 你的代谢健康吗 你想要一个多功能的方法 同时有效的管理你的体重吗 你有想要额外的来支援 促进你的身体状况 管理你的健康吗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这个产品绝对不要错过 然后再来这个产品呢 已经是最倒数了 倒数了 好 因为我们要准时结束 我想鱼友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以为 它只是血管轻倒呼 感觉好像是跟心血管健康有关而已 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的抗发炎的物质 因为Omega 6 进到我们的前列线 它会产生一个发炎的全区物 Omega 3进到我们的这个前列线 它会产生一个抗发炎的全区物 那我们身体一直在发炎 需要有一个抗发炎的物质 能够达到一个恐怖平衡 大家知道Omega 3跟6在营养学上 它的基准是要1比1 最高到1比2的空间 但是在台湾 内地可能我还要再研究一下 在台湾 我们不管是妈妈在家煮菜 还是外食吃到的油 99%都是Omega 6 所以我们Omega 6已经摄取过多了 我们台湾卫福部的统计 本来6跟3的比例 最高不可以超过1比2 我们现在3跟6的比例 已经来到1比24了 1比24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台北市政府 现在我们台北市 有24个地方发生火灾了 但是目前台北市消防局 只有一台消防车可以派出去救火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1比24的概念 我们有24的发炎的状态 但是我们能够抗发炎的物质 只有1而已 根本缓不济及 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 所有的营养学的课 3跟6明明都叫做必须脂肪酸 都是我们人体需要外来补充 因为人体不会合成 不会制造 但是所有的课程都建议 你要补充Omega 3 从来没有一个课程 叫你补充Omega 6 因为我们的Omega 6 真的吃太多了 好吗 然后我们会推荐的这个产品呢 我们不只是Omega 3而已 我们还添加了维他命E 那维他命E呢 它的作用就是要防止 我们的Omega 3被氧化 所以我们的鱼油呢 非常的清香 有柠檬香 不会有很恶心的这种鱼腥味 那它的效果呢 不只是针对心血管 甚至对大脑功能的提升 是有多元的帮助的 所以刚刚看的代谢症候群 是不是有胆固醇呢 高密度胆固醇要维持 低密度胆固醇是要下降的 三酸甘酯油脂是要下降的 血压也是要下降的 那甚至我们有抗发炎 那我们的存入是高达50%的 甚至最重要 因为我们是深海的小型沙丁鱼 跟蹄鱼萃取的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有含拱 跟重金属的疑虑 好一样这个产品 在我们的微信商城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它的中文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的产品 包装每一瓶都很像 我就有我自己的哥哥 跟我的嫂嫂是在东莞 他们真的就要买鱼油 就买错了 因为包装一样没看中文 所以我们看一下中文 叫益善鱼油维生素 益胶哪 那一样这三个问题 你家族有三高病史吧 如果有 建议你真的要细吃这一瓶 你做血液检查 有没有红字呢 其实你只要有红字 吃这一瓶几乎都可以改善 再来 你有没有想要照顾好你全身的血管健康 大家知道吗 维系血管最多的地方是我们现在文明病的源头 第一个是眼睛 大家有没有熬夜眼睛放血丝的经验呢 你这个眼睛的血管是很稀的 好 第二个是肾脏 我们知道像台湾是洗肾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的国家 肾脏布满了这个维系血管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血管能不能通透 这个鱼有是绝对需要补充的 好 这样来了 最后最后了 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 透过我们的微信商城去取得到 你今天听到的任何一个产品 帮助你全家人健康 那我建议大家第一件事情 请你下定决心 现在开始养自己 不要养医生了 我们现在开始养生 然后建议你每天要量体重量腰尾 第三个 你要试着要能够睡饱早睡 早睡 尽量不要熬夜 熬夜很伤身体的 然后呢 再好吃的东西 不要超过三口 三口原则 那你就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就不要吃过量 然后适时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 再来因为我们都是 好意勿劳的 我们都是内心脆弱的 我们都是自律性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要号召盟友 找家里的人一起来 找好朋友一起来 三五好友一起做 我们就可以一起远离代谢政后群 好 那最后一页我们要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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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